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虽然排入了8日上午的审议议程 但该草案的相关条文和施行细节仍然未公诸于众 对此一些港台观察人士表示 中共黑箱作业很荒唐完全剥夺香港人民的自治权 而且改革选制以确保中共所认可的港人当选 根本就是一种制度性的选举舞弊 只会适得其反 让多数港人对中共体制更反感 香港商业人士则直言 这是中共心心作态的假民主 很可能引来另一波港人的移民潮 或是跨国公司撤出香港的风向 日本最大的网络证券经济公司 同时也是日本首家在香港上市的400亿余8日宣布 因为香港实施国安法目前已经计划撤出香港的应运 一名中国学者表示 不管外界如何批评 中国政府坚决追求的一国两制 就是香港只能由爱党爱国者统治 但在此发展态势之下 另一位中国异议人士表示 香港已经大陆化 未来其境内的民主派只能扮演假民主的花瓶点缀品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 中国可能将香港理法会的席次 由目前的70席增加到90席 而这新增的20席 很可能直接由特首选委会的委员出任 另外有超级区议会支撑的区议会界别席次 很可能被取消 其次特首的选举委员会规模 可能由目前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 其中近百名的政协委员 可能会自动成为选委会成员 以确保中共所定义的爱国者占多数 或是受中共清点的特首人选不会被推翻 对于中共插手香港选举事务的手段 由香港进会大学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 比较管制及政策研究中心 和民权观察联合成立的选举观察计划 与香港民意研究所 我们香港人意见群主 在2月18到22日 进行一项网络问卷调查 了解公众对新闻自由 及2021年立法会选举的信心程度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 参与调查的5931名受访者 有57%认为中共插手后的香港选举将会不公平 认为公平的有25% 认为一半半有10% 以政治取向区分 5385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 有87%认为立法会选举将会不公平 认为公平的只有7% 546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的意见 比较分歧 39%认为不公平 36%认为公平 认为一半半的有15% 此外香港民意研究所表示 北京与香港政府以行政权干预香港人的选举自由 扭曲选举结果 这样的选举其实不是真正的选举 而这次调查结果也显示 非民主派支持者认为 立法会选举将会不公平的有39% 比认为公平的36%多了三个百分点 这样的反应与以往的调查很不一样 也反映出非民主派支持者 对于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其实意见分歧 香港前年经过反送中运动冲击之后 外界就一直关注林郑月娥是否会争取连任 更重要的是 是否会获得北京方面的支持而续任 林郑月娥近日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专访时表示 她目前的工作时间表是 未来12个月内必须完成所有工作 她没有表明是否争取连任 而香港行政会议咒级人陈志思时日表示 据她的了解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目前绝对没有时间 及空间考虑参选下届特首的问题 香港电台报导 陈志思接受该台撰访时表示 林郑月娥曾向她表示 目前她只想做好本届政府的事情 尤其是未来 有复杂议题处理 加上疫情 目前只想完成部分竞选承诺 而被问到是否会支持前特首梁振英 参选下届香港特首 陈志思回应 梁振英曾经担任特首 并加入政治系统一段很长的时间 绝对有资格及能力升任特首一职 不过她也说 梁振英是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 处理国家议题 是否参选特首 要是梁振英的个人议员 此外 北京决定在香港选举制度增设资格筛选机制 引爆香港泛民派怒火 但林郑月娥近日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旗下的英语新闻频道 中国环球新闻网的访问时表示 由于她的特首任期将在明年6月结束 而明年3月便要进行下任特首选举工作 因此特需政府必须于12个月内根据人大决定 完成修改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 再就选举做出安排 包括选民登记和确定投票日等等 林郑月娥也指出 根据人大副国员长王成的说法 相信人大常委会稍后的公布中 资格审核机制将发挥重要作用 并宣称 有关机制是为了确保爱国者才可以加入治理团队 而非为了剥夺某些政治观点人士的参选机会 与参选人喜欢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 支持多一点或少一点民主 又或者支持还是反对政府完全无关 此外林郑月娥也认为 中国十四五规划中 有关香港的部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让她非常高兴 三个中心 一个是香港作为国际航空的枢纽中心 第二个是支持香港建设成为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 第三个即文化方面支持香港发展成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林郑月娥表示 十四股规划中涉及香港发展的短短500个次 内容多么丰富 所以未来五年 特区政府一定会把握好国家规划给香港的机会 香港国泰航空公布业绩 去年业绩转营为亏 亏损216.48亿港元 前年同期存利16.91亿港元 因此不派默其席 其内收入469.34亿港元 下跌56% 彭博报导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 香港关闭边境限制非居民入境 并实施21天的强制性隔离 国泰航空董事会主席贺一里声明表示 目前看来前景并没有好转 对于这场大流行的了解仍然不足 也不清楚未来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国泰表示 2020年全年客运量大跌87% 自3月起 每月客运量按年跌预久成 今年1月客运按年跌 仍跌99% 货运方面 依重量计 国泰去年货运量按年跌34% 以反映 营运水平的货物及邮件收入 顿千米数则跌26.5% 今年1月货运量仍按年跌28% 根据估计 国泰全年时218亿7600万元 亏损比市场预期还多 单期下半年亏损约120亿港元 不派发第二次中期席 国泰去年客运服务收入跌8成4 货运收入升1成7 全年为燃油对冲亏损增加至30亿港元 主席贺一里在业绩报告中形容 2020年是集团欲70年历史中最具挑战的一年 疫情为全球航空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市场状况仍然充满挑战 目前仍然不清楚未来几个月会如何发展 国泰将继续保留现金措施 高层管理层减薪将持续至2021年 国泰也指出今年上半年推出的第三轮特别休假计划 获得超过8成的员工支持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中 宣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为盛传都时的修改香港选制正式揭开序幕 全国人大会议将审议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除了大幅度修改立法会选举及特首选委选举的组成之外 更要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 将以往由选举主任操刀的政治审查摆上台面 北京这次出手不但影响了特首和立法会选举的格局 也进一步削弱泛民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也取消据普选意涵的五席超级区议会的立法会席次 即便政治派宣称北京仍然有诚意 让香港走向普选 但在爱国者治港的方针之下 香港的普选之路恐怕会更显遥远 香港苹果新闻报导指出 这次修改将增加选委人数由1200人到1500人 新增的300人来自新社的第五届别 可能由政协委员、爱国团体领袖 以及建制派组织的代表出任 也有报导指出被认为立场亲共的复联 桥联和亲联成员都可能包含其中 另外,本次改革也将取消原先区议员在选委会中的117席 以确保爱国者治港 选举特首的提名方式方面 北京也将调高特首候选人的提名门槛 由150名选委增至188人 且每名候选人要必须获得5个界别 每个界别至少取得15票才能参选 报导指出这将使新增的第五界别成为最后的把关者 报导另外指出北京也将出手调整立法会 将原先70席的立法会议员增加到90席 选举委员会可参选立法会议员 而原先具普选色彩的5席 俗称超级区议会功能界别的席次将被取消 另外,王成当天发言指出 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主要是重新建构选委会 改良选委会的规模及产生办法 除了继续选举行政长官 也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立法会议员 以及直接参与及提名 未来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 此外,北京当局将增设参选人资格审查不用会 无论参选、选委会、立法会还是区议会 都要经过委员会审查通过 王成也在发言中提到 要建立全流程资格审查机制 虽然目前媒体报导并未详述这项制度 但预料审查制度将会由有权利的高层次单位负责 具有法定权利对候选人背景进行调查 王成五日也指出 本次修改香港选制将先由全国人大表决同意 再授权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二 最后港府再据此修改本地法律 过去修改基本法附件多遵从2004年人大事法所谓的正改五部曲 先由香港特首提交报告 人大常委会下决定 港府提出办法 在今三分之二的议员表决通过 特首同意 最后送交人大常委会备案这五部 不过北京2020年订定的港区国安法之后就掌握主动权 直接透过人大层面帮香港立法修改基本法附件 香港也逐渐上司正改的主动性 香港历史博物馆开放了19年的常社展香港故事 去年起闭馆翻新 有市民及历史专家担心 翻新后展览会去殖民化 香港明报日前参观战时代替常社展的浓缩版 经典在线香港故事精华展 发现展览讲述香港回归时 未有如常社展提及殖民地字眼 并增加篇幅讲述基本法 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因素结合起来 有历史学家质疑精华展中不少史料被浓缩 并删减多个历史势力 为介绍回归的展版却特意增加篇幅 下一步会令人觉得重新诠释历史 明报指出常社展原有至少四处 指出香港是殖民地或曾经历殖民地时期 而当中香港回归展版的描述 首巨为香港在经历了155年的殖民统治之后 不过现在金华展描述香港回归时 未有出现上述字句 首巨为在1970年代末 随着新界租界界满之期将近 接着讲述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初步构想和中印谈判 就有港史作家认为 殖民地历史在常社展中已经不算多 香港也有不少人对近代史了解较少 在字眼上做小修小改 市民不亦察觉 此外 以往常社展提及内地政治运动及本地抗争运动 会引力称当中涉及文化大革命 双十暴动等 并会明确分开暴动与抗争 但金华展战后香港发展的展板则中性化 不同重要事件 只称随着社会上争取权益的意识提高 并受到内地政治运动的影响 抗争运动此起彼落 是磨走了那些例子 模糊了焦点 就有历史学家指出 这样的改动很可能会让部分民众 看不到原有历史真相 更会让人觉得 下一步可能就要重新诠释历史 前年8月18日 反修例的未经批准集结案中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与另外8名泛民派人士被检方指控 而这起案件 在10日在西九龙法院续审 下午控方证人做完供词全部完毕 裁判法官裁定所有控罪表证成立案件 延至11日 届时辩方才决定会否传召辩方证人 而目前还没有认罪的亲民被告 包括黎智英、李祝铭、何俊仁、李卓仁、梁国雄、吴爱迪及何秀兰 本来是否判法官裁定人员 本来是否判法官裁定人员 本来是否判法官裁定人员